大家好,我是田农嫂 今天我们用两个红薯 三个鸡蛋来做美食 首先我们把红薯的皮去掉 绿皮的红薯去头去尾 切成薄片 切得越薄熟得越快 贴好的红薯片装进盘中 放上蒸锅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15分钟就熟了 用擀面杖倒成泥 加点白糖 趁着温了白糖会化得很快 打进三只鸡蛋 我们把鸡蛋搅散 搅一搅让红薯泥降温 倒进5克的酵母粉 加酵母的时候一定要等到温度下降 40度以下才能加 要不要会烫 少量多次的加进面粉 一斤红薯泥 二斤面粉 掉成絮状 加减20毫升的花生油 接着下手油成光滑的面团 面团 油到这样不远不硬 裹上一层油 锁住水分 用保鲜膜封住 放温难处发酵到两倍大 洗净了葡萄干 切碎 红薯鸡蛋 调的面已经发好了 变得胖乎乎的 用手搓下去 围弹 蜂窝组织 面积 油回没发酵时候的打扫 油的时间越长 发出的面效果越好 油好的面搓成长条 搓成小剂子 白个儿油匀 做成小馒头 小馒头的生皮全部做好后 我们拿出一个来 油匀后搓成长条 擀成长舌状 放上葡萄干 从一头卷起 卷到另一头 然后按饼 继续擀成长舌状 再从一头卷起 再擀成长舌状 反复擀两次 再卷起 收口向下 从中间切一刀 像这样 红薯 小蛋糕 生皮就做好了 今天我们不用电饭包 也没有烤箱 盆子里刷点油 用刷子不均匀 这样好脱膜 撒点白糖 来点芝麻 刷上一盘蛋黄叶 接着我们撒上黑白芝麻 用耐高温的保鲜膜封面 放入锅里 农村喜欢烧土炕 盖上锅盖 二次醒发到两倍大 散开锅盖看一下 小面包的体积已经变大了 变得油光正亮 盖上锅盖 大火烧开 80分钟 25分钟 这样不会塌陷 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散开锅盖看一下 哇 变得又高又胖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好香啊 淡淡的红薯味 还有一点葡萄干的甜味 看非常的蓬松 薛圆 淡淡的辣子状 比面包还要薛圆 红薯小蛋糕 这样做面包也不用出去买了 真香啊 真好吃 请关注我妈妈前头嫂爱美食 谢谢大家 比面包还好吃 太香了 喜欢的就试试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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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